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段时间的舆论大多数是支持王宝强的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消息受不了了 说王宝强你说就傻根儿那个形象 看着也没啥心眼 多纯朴个孩子 怎么被人坑得这么惨呢 又说财产被掏空了 连这个打官司钱都没有了 哎呀 真可怜的 结果很多影迷 还有大量的非影迷都感到一分天意 说我们得支持王宝强 怎么支持呢 王宝强是个演战友的 那要是他演的电影我们都去看 让他挣钱 挣着钱用来打官司 这多好 支持他 这会儿大伙一翻呢 翻出了王宝强一个电影 就是王宝强今年在12月24号平安夜 要上映了一部电影 叫大闹天竺 是个功夫喜剧片 是王宝强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片子 很多人就在网上说 这片子我们全家人都去看去 一个人买两张票 贡献票房 来支持这个王宝强 他太可怜了 结果这大伙这么一说支持呢 现在大闹天竺这个片子 据说保底的票房都得有十个亿了 而且他的投资方呢 是光纤传媒 光纤传媒这两天的股价呢 两天涨了7% 王宝强为宣传这个电影呢 在一个直播平台 开了个直播间 结果瞬间涌进多少人 将近76万网友 不停的刷礼物 送给王宝强钱 让他打利空关子去 不要让别人给坑了 所以这个电影 现在大闹天竺 还没等放映的 就火成这场队 因为12月24号放映 按照正常的宣传档器 是10亿以后开始宣传 现在还差一个多月 就已经现在火得不得了了 可是这里头呢 有一个事情啊 细细想起来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片子呢 他的主要的投资方 除了光线以外呢 还有这王宝强 和他老婆两个人的 这个公司 那么呢 他的老婆马荣呢 是这个片子的出品人 就说你现在这个片子 如果是大伙贡献很多票房 甚至超过美人鱼 30个亿以上 那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算 怎么着有一半 得是他老婆的 所以这对于很多 支持王宝强的人呢 心里头有点不甘 你说我给贡献票房 不光给王宝强来 还给了他 哎呀我恨他 还给那个人呢 所以眼下呢 有的人就觉得说 在他夫人马荣那边 还有很多说料没爆炸 说准备有些猛料来反击王宝强 现在这个事要在我的判断来看 由于这部片子 最后的票房 其实是两个人都有数 两个人都有账 那么很有可能呢 他的老婆马荣 不会在这个时候 跟王宝强真正的对撕起来 撕到最后两个人 都明欲受损 对票房没好处 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呢 我倒觉得两个人 不断会有些小新闻放出来 但是不会撕得很厉害 就为了保证这种共同利益 那么等到这个电影上映完了之后 有可能真正的离婚大战才开始 所以我说 在这个利益和感情之间 怎么去平衡 说实在这个真的是 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社会话题 它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们电影的范畴 那我们今天这期老男看电影呢 我们不是娱乐节目 我们还要从电影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同情王宝强呢 大多数人都觉得 王宝强在生活当中 和电影上是一样的 你看着有点傻傻的 憨憨的 很淳朴 也没有心眼 好像这么些年演电影呢 就是壮大运势的运气好上来了 然后本色演出 自己就那样人 我就演那样冒傻气的角色 然后运气很好 一度下来就成功了 不少人觉得呢 王宝强是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大家会对他 在婚姻当中被人算起来 格外的同情 那么王宝强演电影 是不是就靠运气 获得了这个机会呢 是不是说他就是本色演出 他没什么演技 就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给大伙儿仔细说一说 王宝强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演员 他是不是靠运气 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傻里傻气的本色演出 那不是这是站票还是坐票 这期都是坐票 王宝强 现在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你说冲打还特别系的 你是不是该吃掉了 你哪知道 现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他哪知道 你是刚才是公布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个绝不是 王宝强本身对自己的电影事业是有规划的 而且他有着非常清醒的头脑 他是目前中国电影界 另替西径获取最大成功的 可以说是第一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说 他这种成功获得的机会 是不是靠运气 其实王宝强得到这个机会 并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 冯小刚一下就超上他了 而在这个之前 王宝强已经是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了 人家说那这不算运气 他出来以后你看他奇了怪了 一步一步的拍着这种傻里傻气的角色 最后一步比一步活 你这不是运气吗 这也不是运气 这是啥 这是王宝强自己选择的结果 你以为他是 就是说每部电影都选这样的角色 撞上他吗 不是 他有意识挑户的 我就演这样的角色 你看咱们天下乌贼那傻根 定下不出 接下来你看他演的 都是这种啊 冒着傻气的角色 你包括接电视剧 士兵突击里那许三多 一根筋 你那狙击手 上头上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都是类型的角色 包括他再回到电影屏幕上 演大电影的时候 也是如此 像那个人在窘途 他演那个农民工 跑心 就工头骗他 说别人欠我 你给药物债就给你发 他真去药账去了 说坐飞机不让带牛奶 自己就把一大块牛奶都喝了 要杀杀杀杀杀杀杀写的真是杀杀杀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违算非要哪张唱杀的了 哪张唱出猪的可吃八辣了 杀 你老板一公钱拿多少次 咱们死个人一公交去了 才两万块的 你给人家不啊 那咋成是杀了 不好意思 这真的不能单上飞机 如果您坚持要单上飞机的话 那您可以跟着您的菜刀 一起下去托运 或者现在您就可以喝掉 那咋成是杀了 别等演到太久的时候 他那种傻劲甚至成了表情包 是不是丢东西了 找不到了吗 在我这呢 我还纳闷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你的手机呢 我确定找不到你 跟你甩 我不要不要了 送给你送给你 你赶紧走 不行 我妈说了 无功不受禄 你妈没教你 恭敬不如同命了 我妈说了 得让人住且让人 我发现你是种奇葩呀 你是在骂我妈 我在表扬你 那你借我的钱好吗 你脑子借水啊 你咋知道呢 包括天下无贼里那个形象 你看 谁是在 谁是在 站上上看看吧 非常纯朴 冒着傻气 所以有人说他挑战 就算惯了 这一步比一步活 这是他自己挑战 不是说戏找着他 他为这个呢 推了很多别的戏 为什么呢 他碰成个贵人 冯小刚在给他 导完天下无贼之后啊 就跟他说 说汪某想你啊 要想站住不容易 为什么呢 你存草根出身 这个行业里像你这样的新人多了去了 很快就会大浪掏杀 人家被你忘了 你为了让人被你记住 你不要以为你是演技派 我可以接别的角色 你就演傻根这样的角色 让大家记住你 在中国只要一演这样的角色 就是你 非你莫如 可以说冯小刚 这绝对是政治灼见 王宝强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他特别注意 我选角色 我就选这样 我就选这种傻里傻气 结果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牢牢的把王宝强这形象记住 就你现在 你包括后来我们看片 像道士下山 里边他演的赫安夏 这种傻气的 这是不深的 非常纯朴的 一个心眼的 很实声的 找谁演 只要年龄在二三十岁 基本上我们都选王宝强 就认为除了他之外 别人演不了这角色 所以这一点就说明 王宝强给自己的市场定位 做的是非常成功的